嗨 大家好 今天我們來學一下漢服書籤當中的圓領袍 看一下我們用到的呢 還是大約15厘米左右的一個正方形紙 把它對折 再對折 畫了它的一個領口的一個部分 是一個半四分之一圓 對折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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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來換它衣服的一個部分 對折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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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把它拆開 對折 對折 為了折 這裡呢我們有一個開叉 粘著這條線把它拆開 稍微往裡折一點點 我來把它拆開 然後再拆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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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接着呢我们来做它的一个领子 K领 K领 後面放入手錶 上鍋出觸摸到鍋裡 上鍋也搭配 上鍋放鬆 出動 搭配 打開 滑點 不如 落下 Außerdem 戴滑中 扭著 放進 準備 煮 attack palavra 招待 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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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文字幕——Y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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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完成了吧 些板上的用力 丁几 然后用颜色 放松 中文字幕提供 这个裙子部分呢 我们已经之前有教过 我们这里就不细讲了 这些最后把裙子沾上 这些裙子沾上 这些裙子沾上 最后呢 给它做一个小小的一个扣子 这些裙子沾上 我们的圆领袍就做好了 谢谢大家